一名社区矫正服刑人员来到曹经镇烈士陵园 缅怀革命先烈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六十余名矫正人员手拿白菊默哀三分钟 向烈士们鞠躬敬献鲜花 他们在发言中表示 要坚定信心努力改正告别过去 我的内心越来越敞亮 对自己的犯罪也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然后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一个叫张显君的 因为他是我们跟我同龄的 因为是救了落水儿童而牺牲的 让我们非常值得学习 然后我们今后一定要以他这种为榜样 然后更加去珍惜今天的生活 去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